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12月4日晚上上映了一場精彩的世界杯16強賽事 由衛冕冠軍的法國對陣同樣來自歐洲的波蘭 在上半場法國隊憑著他們中鋒基奧特入球領先1比0 而在下半場密巴比梅開二道 而最後波蘭憑著利雲道夫斯基在臨圓場的12碼 最終這場比賽法國隊以3比1擊敗波蘭 在球賽開始的早段法國隊就展開猛烈的攻勢 不過波蘭門將施實施利表現神勇 作出了多番的撲救 在28分鐘法國隊有一個黃金機會 基斯文送前給迪比利 後者再暗個球去遠處 遠處趕到基奧特面對空門分身一鏟 是把球剷出去處邊的 37分鐘輪到波蘭有一個黃金機會 斯連斯基的連環起腳 前後被羅里斯和迪奧香林迪斯所擋出 最後卡明斯基的保射 又被華拉利戶打過空門 去到44分鐘 法國隊終於打破軍局 基奧特接應密巴給他傳送入接入禁區 自由起左腳暗個球去遠處 那個球是越過施實施來入網的 為法國隊射成1比0 而這個入球也是基奧特在法國國家隊 所射入的第52個入球 令他成功超越了亨利的51球 成為了法國隊史上的頭號射手 自由球賽輾轉來到後半場的74分鐘 迪比利傳過來左路空曬的密巴比 密巴比入到禁區 看到定的情況下 同個靈波過去近處微底是入網的 幫法國射成2比0 去到89分鐘 馬古斯杜林在左路底線傳過波入禁區的密巴比 自由密巴比就在對方手掌面前 拼個球去遠處死角是破網的 個人梅開二道幫法國隊射成3比0 去到保時的階段 法國首將烏帕美卡路在禁區內犯手球 球證判罰波蘭獲得一個12碼 最後由利雲道夫斯基主射一射中谷 幫波蘭破彈 結果這場球 法國以3比1擊敗波蘭 成功取得晉級8強的席位 這場球為法國隊梅開二道的密巴比 已經在今屆賽事攻入了5個入球 連同他在2018年世界杯攻入的4個入球 密巴比如今已經在世界杯決賽州收獲了9個入球 如今密巴比的入球數已經成功超越了斯朗那道 以及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在世界杯決賽州的入球數 總級8強的法國隊 將會在12月10日和英格蘭上一場8強大戰 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我是阿斌 對 超 Spe績 最好 40 100 1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